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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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家现在父母也不在身边 所以她一个人确实忙不过了 我对你很失望啊 现在 你怎么现在接了个婚 生了小孩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远处的女士频频摇头 是在否定什么吗 你老婆又不上班 是不是 她不是在修产家吗 天天坐在家里面 什么事情都没有 她不照顾小孩她干什么去 就算我今天把假期给你批了 你跟我说 小单来来 你看着吧 你跟我说 你回家你能干什么 你帮不了什么 你现在失业症上升期的时候 你整天不想着工作 就老婆老婆孩子挂在嘴边 有意思吗 某些职场总在试图隔绝情感 只想强调所谓残酷 你这个 这个买的是什么 纸尿布 你能这个出来干什么 这个大蓝金这个好意思吗 那边女士一直在关注 正好来跟我说 当我们让男演员暂时离开 她们会怎么做呢 我给你请回来 还好吧 谢谢你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让你介绍我 没关系哦 我就觉得像这种老板 我劝你解释吧 因为我自己是做HR的 专业人士 不要因为觉得疫情 要很难到 就很错 我觉得可以先看 然后 你如果真的不可惜 我就没办到 但是 有需求全 不可以让这帮哥做 原来是遇到了专业人士 女士更是给出了专业建议 那你就直接自己习惯 就看她要不要有交接期 如果有的话 更适合 更适合一个月的年交接期 如果有交接的情况下 也是按照不行 就是这个舞台的劳动发行 我也在想 就是我 都请这几天厂家 不知道陪她她有没有帮助 当然有啊 反正不然有啊 对啊 因为我自己也是生过小孩的 所以我觉得是很需要 而且 最主要是 这个老板他没有办法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换我一个什么好 然后我觉得 就是 就是上班的这个应运组 都会变得很 工作跟家里来说 那个朋友走一位 停的那个人才去 以上是一个专业人士的建议 而接下来 就是一个妈妈的吐槽 我先再买一袋吧 买带S吧 买带S吧 S或者NB NB是New Brown 是新生 新生用的 好 好 这个时候 来自一个妈妈的专业意见 有型号的 有型号的 对 B是最小的 最小号的 因为我们的导演组 对 全是年轻人 导演组听了半天才明白 原来我们的纸鸟库道具 买错了 你好 我们其实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您刚刚看到那位奶爸 他们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好演员啊 对 对 我看到你 对 就是只要哭就很 很了解 就刚好 刚好就是 在支持领域内吧 嗯 我看到你 我很专业的在教他 就如何和你的领导谈判 我们的领导谈判 会不停的 是对 你怎么做的 我来看 有没有 有没有 对 有没有 对 专业就是来自于企业的用人部门 或者说核心的HR 他们专业在现场提到的这几个方法 张绿觉得有用吗 非常有用 因为绝大多数员工 对于自己在劳动合同中 享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权利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 维护自己具体的权利是不清楚的 大部分人连自己的合同都没有 从头到尾看过一遍 那么在这种时候 就需要咨询这样的专业人士 了解自己怎么依据这个合同 依据法律的规定 通过合理的程序 让自己的权益最大化 而不是单纯的靠和老板 靠人情 求可怜 你觉得他最应该批评的是什么 最应该批评的是 他没有去关注自己的 应有的法律上的权利是什么 而是去祈求自己的 得到的权利是什么 我有点担心 我们这期节目可能叫好声 是来自于宝妈宝爸 但是 企业老板 如果企业主看到这期节目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他们不会发声 宝妈这边的产假 就在这之前是得到贯彻 好 现在有这个提出 要延长这个时间 如果这个是变成现实 这就好办了 这样你招男员工 招女员工都一样吗 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对等 那么大家就会偏向招男员工 对 所以这是好事 我来假设一下 如果我是雇主 我是怎么想这件事情 我想这件事情是 如果我严格执行了 劳动合同法 劳动法律的规定 给我的员工都适用了 配护家 但是和我同行业的 竞争企业的 其他的雇主老板 他们没有去依法的去执行 那么他的劳动力的 用工的成本就比我低 那么我的企业的竞争力 就会削弱 在大家这种不平等的情况下 我作为企业主的权利 或者我作为人性的选择 我会去选择 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 只要有一个人提出来说 老板我其实是可以不休的 然后老板就会觉得 反正你都可以不休 那大家都可以一样 那就需要 可能靠劳资双方来处理 这个事情可能就不够了 就需要第三方 或者是政府管理层面 或者强制力的部门 来处理这个事情